這裏是耶穌受試探的山 在這裏見到有很多洞 後來有很多人在這裏做修事 在祈禱、悔改、過聖結的生活 其實聖結不一定是離開人群的 我們愛神愛人 不犯罪都是聖結的 但這些人覺得在這裏山上離開人群是特別聖結的 這裏就是耶穌受試探的山 下面呢 就是耶利哥城的 今天的耶利哥城和以前的當然很不同 下面這裏就是耶利哥城 多謝主耶穌祂聖過一齊的試探 魔鬼試探祂的時候,祂並沒有讓步 其實耶穌被魔鬼試探這裏三次 但是其實祂在世上的時候 那些法利賽人,周圍的人都是不斷有試探祂的 但是耶穌都沒有讓步 所以耶穌得勝 耶穌就勝過魔鬼的權勢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祂在這裡 祂會喊的 ,祂忌 祂是會有奈命的 祂旦 祂神是個確定的 這裏就是幾個中華的道具 的祂 祂有個大道具 祂在這裏 祂有個大道具 人裡 因此,佛珍貴予恩人,佛珍貴予恩,貴予恩人。 不然不代替人的祈福根,也就是佛珍貴予恩人! 华中祈福祈福祈福的祈福天! 他不是受阻止不受阻止他,在其他一生前都被犯罪危险了, 在每个人的祈福尚被冒险逃后, 但祈福在离了祈福来, 祈福祈福生也。 我們要祝福神 我們看到這些石頭真的很斜很危險 而且是很枯乾的 這個是橄欖山上的鼠屋堂 就是為耶穌在這裡看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我多次願意招著你的義慮 招著小雞羊 此時你們不願意 就是這個主哭堂 它現在前面有棵樹擋著 這裡是橄欖山 這裡就是這個叫主哭堂 就是耶穌向耶路撒冷哀哭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多次殺害先知 我招聚你 我願意招聚你 好像沒有雞 招聚你的義 好像沒有雞 招聚你的小雞一樣 只是你不願意 這個區域就是橄欖山 耶穌回來的地方 耶穌降臨 降臨在橄欖山 這個是赫西馬里園 赫西馬里園 這些樹是已經很久 可能耶穌在這裡的時候 都在這裡的 這裏是吉祥年 這裏是吉祥年 在這裏的藏牆 中心裡 在當時他被捕死 然後被聚會 這裏是吉祥年 這些橄欖樹呢 很粗啊 很粗很大 這裏是客西馬利園的橄欖樹 原來所有祈禱的 橄欖樹頂上 可以看到一粒粒的橄欖 可以看到這些一粒粒的橄欖在這些 客西馬利園的橄欖樹上 我們可以看到橄欖樹葉在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This is where Jesus prayed before he was arrested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Thank Jesus for dying for us. 這裡是赫西瑪利園的另一個角度 見到那些很古老的樹在這裡 很古老的樹在這裡 是赫西瑪利園,耶穌在這裡祈禱 感謝天父,感謝耶穌為我們的十字架 留出好的聖誡 這是雞鳴堂 給了三次否認耶穌由雞叫 紀念的一個教堂 雞鳴堂 這是雞鳴堂上高的空雞 這是雞鳴堂 附近有些人養雞 是關於彼得否認耶穌三次,然後跟著雞鳴 這個就是看到耶穌可以掌管雞 神知道雞什麼時候叫 看雞叫之先 這就是雞鳴堂上高的地方 這個就是耶穌堂十字架的地方 上面就是耶穌堂十字架 属我们世人的罪的地方 这就是橄榄山 就是耶稣会回来的时候 降临的地方 然后对面就是金门 现在是封了的 你见到这儿 金门 耶稣回来的时候 应该是会拔开的 这儿是黄金门 它是封了 它会开到当耶稣回来 它会开到当耶稣回来 这就是金门 就是说耶稣回来的时候 这个金门就会开 现在是封了的 在金门前面有很多焦徒的坟墓 就是他们相信他们埋葬在金门前面 当耶稣回来 他们第一个復活的时候 就会看到耶稣回来 那些地就很贵的 他们真的用很多钱买这个地 这就是金门 这就是金门 这里是金门 这里是金门 希望耶稣回来的时候 可以首先復活 这个金门就是对着橄榄山的 这就是金门 我们也先在水壤里 拿走 散播放 回来 入团